《反黑英雄》 在最近热播的无线剧集《反黑英雄》中 飾演警长的张永康 因女女租绑架 想演做一场救心96小时的拼命行动 看得观众相当欲紧 入目三分的演技 还令他人气急升 日前下午 东周刊发现不用开工的张永康 不像老虎地带着小孩 开车去学校接儿子放学 期间他把小孩照顾得无微不至 名副其实是个恋男爸爸 不过他昔日恩爱耶普 而涉醉走伤人 还差点搞得要留案底 加上银舌病的前妖 真是搞得人生一团糟 幸好 有老婆密雅智对他不离不弃 兼陪伴抗病 先令生活重回正轨 还在电视圈闯出名堂